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燈 今天最近很多網友都在研究 怎樣開一個美金的離岸戶口 我今天想探討這個話題 因為如果你有100多萬美金以上 其實就不用擔心 因為本身很多很多銀行 爭著幫你處理這些資產 如果又沒有100多萬美金 那又怎樣呢 是不是沒有辦法呢 其實也有 今年2019年其實也有很多新的發展 我今天就會講解一隻叫做 去中心化的中央銀行 好我們就馬上去看看是甚麼 好 我們就開始上網搜尋一下這個字 叫做DEFI 搜尋 就不難找到這個叫做DEFI的 物體的 因為在2019年 這個字眼是非常火熱的 DEFI 其實就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 這樣的意思 即是去中心化金融中心 其實很多文章在大家搜尋 都找到 很多這些去中心化金融 我們去回這個 Coin Market Cap 看看 有一隻叫做 叫做 叫做去中心化的美金 就是DAI DAI 一個DAI 就等於一元美金 就保持在這個水平上上落落 而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以太方的一個智能合約 產生出來的 因為智能合約 就會透過這個平台 這個Maker平台 就會製造一個智能合約 在這個以太方的區塊鏈上 運行著這個智能合約 它就會形成一個類似美金 像一個中央銀行的計算系統 它自動會調節這個供求 就會調節這個 加息減息 從而令到資金流動 令到DAI 就會維持在這個 一元美金的上下 大家也可以看到這個chart 就是維持在這個 一元美金的上下下 而它對比比比特幣有多少錢 對比比比特幣有多少錢 一個chart 大家也可以看到這個market 就是交易中心 可以在這個交易中心做交易 很多的 一路數下去看到 很多交易中心都可以交易到這個DAI 譬如現在 準備推出的Facebook Libra 都是一種穩定幣 很多國家都想出自己的 穩定虛擬貨幣 而Facebook的Libra 在過關 很多國家在審議 其實就不想出 因為中國 美國 歐洲 很多國家 都 不太喜歡它 給它一些 負評 覺得它不夠完美 不讓它推出 其實 說不讓它推出 批評它 那些國家 其實它自己暗中 就 慢慢在研究 虛擬貨幣 其實不想人家出 自己又默默地在研究 自己的穩定幣 真的很卑鄙 美國想出自己的虛擬貨幣 中國想出自己的虛擬貨幣 就說自己比Facebook的Libra 各為鬼胎 其實大家可以研究一下這個平台 或者看一下這些文章 這個叫做區塊先生 這是台灣的 他都寫了很多文章 關於這些穩定幣的資訊 尤其是關於這個MECA的 深入一點的講解 我們來看一下 DAI就等於一元美金 那就是 怎樣形成出來的 都很詳盡的資料 大家如果有心機 慢慢研究可以看一下 MECA怎麼運作 他的生態是怎樣的 怎樣製造這個中央銀行 去中心化中央銀行 這些就比較深入一點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再深入看 金融領域的去中心化 其實就類似一些 抵押 資金的借貸 以前人們覺得 比特幣 虛擬貨幣 太大 很難做到 金融的工具 現在 很多 大的 機構 會研究 怎樣做到 虛塊鏈的 穩定幣 之後 再透過這個 穩定幣 做到更加多 金融中心裏面的 工 工具 或者借錢 或者抵押 什麼保證 借貸的 工具 其實現在已經做到出來 這個一定要認識 這個叫做 MECA D.A.O 以太方上面的中央銀行 另一個字眼 就叫做 Cumpan Cumpan這個平台 直接就等於 銀行 你可以當它是一間銀行 是一間學去中心化銀行 你可以放些錢進去收利息 或者 借錢給別人 又收一個高息 另外一個字 就叫做 D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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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點對點的借貸平台 我身邊很多朋友 之前都掘礦 掘了很多以太幣 放了在這裏 就沒有用 就等它升幅 其實 原來現在可以 將以太幣 抵押在 Cumpan的銀行裏面 直接 借了這個Dai 這個虛擬貨幣 可以收到利息的虛擬貨幣 可以連理到10厘以上 變相了 你不需要放這個以太幣 直接放 因為你放了以太幣 都是你自己的 只不過你放在 抵押在那裏 它可以變成 抵押品 你就可以借到 一筆錢出來用 那筆錢 就可以删到利息 亦都可以 這幅圖講解 以太幣 放在這裏 抵押 之後 就可以變成 一筆錢 那筆錢 你就可以拿來用 那筆錢 又可以 300元的以太幣 抵押到 185元價值 的美金 的Dai 你又可以用這個Dai 就 等在 趁低級買這個以太幣 買了以太幣 又可以再放入外 又再抵押 又更換 Dai 而這個就是 Comparn 銀行的 版面 你可以看到 資金的流動 看到利息 高低 亦都是透過智能合約 我總之今天 想 和大家探討一下 這個 去中心化美金 Dai 你拿著這個Dai 其實可以做到很多 金融的 玩法 賣賣 借貸 但這次我的話題 就不想說 那麼複雜 希望簡單 讓大家 認識一下 一個 去中心化的 穩定位 這個叫做 另類的 美元 戶口 離岸戶口 如果你有 沒有條件開一個 離岸戶口 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 用這個虛擬貨幣 區塊的形式 買入這個Dai 這個可以 之後呢 就相當於 你拿著美元 你去到世界各地 你亦都可以將Dai 變回 當地的法幣 或者賣出去 轉回其他 虛擬貨幣 比特幣 不同形式 這樣的方式 去運用 它的資產 其實這個 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研究多些 關於這個系統 是怎樣 這個生態是怎樣 我亦都可以推介一個 YouTuber 給大家認識 這個是香港的YouTuber 他就是很用心去講解 一個關於 這一個多月來 他就介紹了很多 關於這個 去中心化的 美金 他就由這裡開始 你都可以看 這個叫做 HK Crypto Currency 這個叫做 小堅 我都在網上 在Steam 的網上 戶口認識 他 他亦都很有心 推出了 幾條 視頻 幾條 YouTube視頻 講解 這個去中心化 美元 大家可以 開來看一下 他亦都有教大家 怎樣用這個 Crypto 玩酒資 用美元 等 穩定幣 自製年 回報率10% 的收入 是粵語的 亦都有教大家 怎樣開這個 以太方的 Metamask 的錢包 可以透過這個錢包 去買這個Dyte 亦都可以直接用港幣 去買這個Dyte 而透過Dyte 亦都可以 做到一些 賺利息的 一些 平台 其實他有很多 很多這些 說的是 去中心化交易的 平台 都一一去介紹 最新的那條影片 就是 鹹銀行 定存利率 回到太低 另類方法 創高息 美元 收入 這隻Dyte X 亦都是一個 好的 品牌 如果大家 真的想研究 另類的美金 可以直接去這裏研究 今天我就分享到這裏 HK Cryptocurrency 這位Youtuber 的Youtube 這個Channel 看看 他做得不錯 今天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條視頻的朋友 請記得點贊 訂閱 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有新 介紹 再拍片給大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